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认识转身的艺术创造后 一刀一颗一死的 也就是说每一点它都代表着它的一个生命 每一刀就代表着它的一个世界 所以慢慢的我们把它这个石雕的东西 把它活化了 那也把它转换到人民的心目中里头 将石雕塞湖精深的石雕艺术 专发在微博上面 创造现代水木创造的高丽嘉宜大学 四角艺术系 翁丸东高修 以雕吻乡情水木卫典尾名 典出它在满头身杠 今年的石雕作品当中 以石雕塞湖一点一点来拍出的艺术积水 专由亦对水木的传经 依刀代表 依筆代表 专会石雕艺术 用点尾的技法 加上利用艺术来听现到雕吻 所以这次我想说 第一个 如何把岩石的石雕的东西 岩轰不动的把它搬印进来 所以一个先解条件 它必须要写石 所以在创作过程当中 当然我会用素描的观念 所以我会先 第一个先打底稿 然后先按照素描的方式 再比照就是我们石雕师傅一样的 它在雕刻的时候 也有所谓的粗黑 那我们也一样在画的当中 也会先把整个绘画的过程 第一个先把它大体的步驻起来 然后再按照绘画的过程 像师傅一样慢慢一笔一刀 然后应用素描的方式慢慢的加按 让立体的东西也慢慢的浮现 调文乡情下的作品 就是以匠民生活文化中 设计民间信用的廟宇 自上作为微微的地材 自民间信用的方式提案 加甘午 理由无白之以的艺术感动 只是为了定现一锅 来自艺术体展示 展出的内容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 跟我们民间传统很相似 而且是以民间民俗信仰为主的一个 画风的一个呈现 那以当代的水墨 还有传统水墨所呈现的效果 调文乡情 欧安东水墨为电 在三位置尽情 都在家里剃度月十川 五好趁口来电出 欢迎大家来欣赏 经由冲新水墨为必 所专业的乡民生活 谢新新闻卓民党 家里市场报道